突然心慌藏危机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心脏问题 居然要换心 他一开始出现了心慌 后来就开始上不来气了 怎么能出现这么严重的状况呢 大姐这个病啊 就是燃重的心力衰竭 就是我们说的心衰 心衰 出现这些症状千万别忽视 那我要想提前观察它 之前有没有一些表现 我们都早点知道 除了劳力性的会困难之外 还有个表现就是叫 夜间震发性呼吸困难 就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不能平饿或者平饿了 但是下半夜呢 他呼吸喘劲 飞劲又坐起来了 健康朋友圈带您识别心筛信号 高大姐今年54岁 退休在家的她 平时喜欢唱唱歌 帮女儿一起照顾可爱的外孙 生活幸福而安详 谁也想不到 她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 那是2016年2月24号 对于高大姐来说 是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这天身体一向很好的高大姐 出现了严重的心慌气短 后背也一阵阵疼痛 高大姐觉得可能是心脏有点问题 忍一忍就过去了 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情况愈加严重 呼吸越来越困难 连脸色都逐渐变得轻子 家人连忙把高大姐送往医院 让高大姐没想到的是 一进医院就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医生说她的心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随时面临死亡 可能需要进行心脏移植 那高大姐的心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需要换心救命呢 看完刚刚咱们圈有的真实案例 我想可能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想象不到 一次心脏的问题居然到了 要换心这么严重的程度 是啊 我看刚才片子里那位高大姐 她一开始出现了心慌 后来就开始上不来气了 怎么能出现这么严重的状况呢 是啊 这突然的心慌 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过 但是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那么高大姐的心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心脏方面的专家 让我们欢迎辽宁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心血管内科主任侯爱杰教授 欢迎侯老师 您好 主持人好 阿字小姨好 观众朋友们好 侯爱杰 辽宁省名医医学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辽宁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辽宁省冠心病介入执控中心执行主任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委员 中国胸痛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 来 副院长 我相信大家刚才看了那个小片之后 观众朋友们 还有我们现场的这些人 应该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对于当时的高大姐来讲 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心脏问题 居然要换心 换心呢 高大姐这个病啊 就是燃重的心力衰竭 就是我们说的心衰 心衰啊 心衰经常听到 但是你说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啊 我们说心脏 心脏就像我们的心的水泵一样 这个水泵啊 推动着我们全身的血液 寻行到全身 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 你的脑袋视围啊 腿气活动啊 胃肠道的消化啊 维持一些生理的功能 如果这个水泵出了问题 那就会造成水流的移治 人体就会出现各种的功能减退 这就叫心衰 你看看 这个心衰跟水泵要是打 所以这个一个阶段 一个水平的话 那水平呢 要是正常工作 转得啊 那心衰呢 那就正常也应该 蹦蹦蹦蹦蹦跳 就乱跳 它乱跳是节奏的问题 摔它是力量的问题 那心脏 是不是就这样 我这个比方对吧 就没有力量了 那我们陪诊团一开始 不是也有自己疑问吗 你们有啥疑问 嗯 我也有很多疑问 我想问一下我们侯老师 就是正常人的这个心慌 和刚才我们小片当中 说到这心衰的心慌 它有什么区别呢 就为什么心慌我们大家都有 它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这个心慌的原因好多 嗯 我们普通人的心慌 可能你没睡好觉 你跟谁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了 喝酒喝多了 喝酒喝多了 都可能心慌 那么这个心慌呢 有的是有心理失常 比如说有爪波呀 心动过数啊 甚至有的人 连心动过数和爪波都没有 就是神经性的 就可以出现心慌症状 但是它和心衰的症状 心慌是截然不同的 心衰的心慌啊 它除了心慌之外 有明确的呼吸困难 这是最重要的 老师 我想知道一下 就是咱们心脏是好好的 这个心脏是怎么就摔的 这个心衰是怎么发生的 那我们现在先了解一下心脏是什么样子的 我这里呢有一个这个道具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心脏啊就像这个小房子一样 有四个房间 那这些房间呢有左心房 右心房 左心石和右心石 那么四个房间当中呢有四个门 这四个门呢就相当于我们的伴摩 然后这个心脏的墙壁呢就相当于我们的心肌 心脏当中的我们的这个房子的水管 我们家里都有供水管道吧 我们用它来洗脸啊洗草啊这些供水管道呢 就相当于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 供给心肌的供血 同时呢这个房子里还有这个店的信号 那么这些店的信号就是我们这个房子当中这个电路 心衰为什么我们说它可怕呢 就是它各种只要心脏这个房子里存在的这些东西 有任何一个地方有毛病了都会出现心衰 比如说门有问题了 门窄雪过不去吧人过不去 门有大缝子血流会有反流 这也会出现心衰 墙壁不结实了那么也会有心衰 所以它是各种心脏病到最后形成了一种 周末期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改变 就是说心衰它是多种表达方式的 一种心脏的疾病它不光是跳的弱了慢了没有力量了表现的原因是很多的 表现形式也是很多的 那你说像高大姐她这种需要 要换心的心衰这样的患者很多吗 周末期的换心的心衰倒是不是特别多见 那么我们 但是心衰的患者是非常多见的 心衰很多 衰到那种要换心的不多 不多 我们说这个心衰啊 它一个是刚刚我说的你心脏的门啊 还有墙壁啊供水管道啊电信号啊出现了问题会造成心衰 但是心衰它除了它的基础疾病之外呢 还有些诱发的因素 比如说现在冬天了 那么现在呢有人得了感冒 有人得了肺炎 感染这些都会使我们的心衰加重 所以说到了冬天的时候 心脏病的这个心衰的患者应该说 别说是大医院呢 就是这些基层的医院都是一样 异常难求 所以说心衰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我们现在有这个资料显示哈 我们现在心育管住院的患者当中 大约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左右是心衰的患者 而且心衰的患者呢 他和其他的心肠病还不一样 经常是我们的老客人 就是说再次入院的患者非常非常的多 甚至可能是感冒一次就来一次 然后生一次气累着了又来住院 所以他经常在一年当中反复住院 并且有一个特点 第一次心衰的患者非常容易纠正 但是你第二次第三次以后 越来越难以纠正 哎 你要我发现 刚才侯院长啊 拿这个房子比喻心脏这事比喻特别到位 你想一个老楼用了五十多年五十年往上的 那肯定都有这问题那问题的 嗯 而且这种老房子我就觉得啊 平时还好点 一到冬天就报过了 是不是 侯院长 是的 冬天漏风啊 对啊 他事多水也容易冻啊 下水也容易抬不出去啊 所以说这冬天是心脑血管疾病 我们叫魔鬼季节 大家一定得谨慎对待 那么电视剧前的圈儿我们啊 如果您有某些症状 自己判断不清楚 您别急别怕 您可以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呀 02423186065 向我们自学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找到相关的专家 给您答疑解惑 咬喘慢祖肺 阎都有把握 22837999 阎都哮喘病医院 提醒您稍后节目更精彩 让老曼芝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祖肺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联合阎都哮喘病医院 共同打造 让爱夫妻公益活动 详情请咨询0242837999 葛洪药膏 一斤药 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 葛洪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 葛洪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 葛洪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痛痛 哪些人更适合 葛洪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葛洪盘 桂龙药膏 葛洪药膏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歇液 浓缩萃取 一克 黄金油 老曼之 咳痰痰 咳痰痰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盘 黄金油 叫我 老曼之 咳痰痰痰 还咳子呢 农痰 酒痰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精华浓缩 满满的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 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活性成分 足足的 好书宝 鲜叶萃取 黄金叶 从采摘到萃取 不超48小时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精华浓缩 满满的 好书宝 一公斤切叶 浓缩萃取 一克 黄金油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粒都释宝 老门之 可弹船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盘 黄金油 浇完 小船慢足费 燕都油把握 2283 7999 燕都小船病医院 提醒您 节目马上开始 好书宝 刚刚啊侯院长 给我们介绍了 什么是心慌 哎 我看你俩刚才这个 表情很明朗啊 是 是不是 表情你就拿捏住了 是吧 就我刚才听完侯院长 这一介绍吧 我这心就开始发慌了 你说这心衰 一个是患病率会特别高 再一个它来得太突然了 那我就想 那你说这这可怎么办呢 心脏啊 对于我们人体来说 刚刚说我们比喻成是房子 但是心衰的患者 我们说心脏相当于 我们人体的发动机一样 我们房子比喻 是因为我们想看它的结构啊 结构 我们很容易看得清楚 但实际上它就是 我们人体的发动机 就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 那你说汽车发动机 就非常非常重要 是吧 那我想提前观察它 之前有没有一些表现 我们能早点知道 对 什么时候你开车 我们说这个车的发动机 动静不对劲了 我们就知道这个发动机 出问题了 那么心衰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心脏的发动 整体的发动机出问题了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 要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 心衰患者主要的症状就是 呼吸困难 就老百姓说的上不来气 上不来气 可能是同时伴有胸闷啊 心慌啊 这些气短这些症状 那么这些症状多数最初的时候啊 是在运动 或者劳了以后啊 生气啊等等 这些表现也非常明显 当然了还有部分患者 可能在安静下就上了症状了 那么安静是出现的 这说明你的心脏 心衰的症状非常严重了 这叫我们叫说静喜性的这个呼吸困难 说明他的心脏的带上已经不用有需要 需要增加的时候你就出现症状了 说明心脏很重 那么还有呢心衰的患者呀 除了劳力性的呼吸困难之外还有个表现 就是叫夜间震发性呼吸困难 就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不能平卧或者平卧了 但是下半夜呢 他又呼吸喘劲 飞劲又做起来了 那么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还有有的人腿肿啊 因为我们心衰分左心衰和右心衰 那么右心衰可以有水肿啊 可以食欲的减退啊 肚子胀啊 恶心吐等等这些症状 都可能是心衰的一个表现 甚至单纯的一个咳嗽 有可能都是一个心衰的表现 咳嗽都有可能是心衰的表现 因为肺子里有瘀血 哎呀 这到什么程度 你说这很可怕的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侯老师 你说如果我们有这个心衰的症状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来杜绝一下 这种症状的发生 怎么来预防呢 对 可别走到这一步啊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控制 引起心衰这些病因 你比如说你有高血压 你总要这血压控制不好 久而久之就是你这个心脏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房子的壁 就会增厚了 厚到一定程度 最后到周末期又薄了 就会出现心衰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血压控制住 控制在1190以下 再一个呢 如果你有冠心病 冠心病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房子当中的这个水管 是吧 我们的供水管路 那么这个供水的管路 如果出现了冠心病 得了心疼 第一时间要尽早的到医院去做这个血管载通 可以按支架啊 搭桥啊 静脉溶酸啊 都可以 那么我们说你得了这个急性心疼的时候 记住两个120 一个是打120 一个是在你出现症状之后 在120分钟之内 一定要使这个血管载通 如果超过了120分钟 未来形成心衰的这种可能性要大大的增加 除了这些载通之外 我们还要对我们的血管进行维护 要吃抗血管的药 阿斯匹林啊 或者调脂的药物 降血脂的药物 使我们的血管再不要 再刮上这些脂肪啊 这些成分 必要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做造氧的检查 处理好这个狭窄 或者比赛的冠状动脉 千万别让血管堵了 对 那如果说 刚刚像这个我们小鱼说的 小鱼 说我心咚咚咚跳 有的人可能是心理失常 那这些心理失常 如果久了 久之不愈 也会造成心理失常性的这个心疾病 也会造成心衰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一定要处理好这个心理失常 如果你是快的心理失常 比如说有死伤术啊 时早啊 时处啊 都这些我们要 做射凭效能把它制掉 还有有的人是慢的心理失常 有散度啊 斗缓啊 这些我们要给他按上起步器 要进行治疗 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呢 是我们的心脏的门有问题了 无论你是门开不严 开不开 还是门关不严 我们都需要治疗 可以用外科手段 或者现在我们有介入的办法 把他这个门把它换上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些原因都去掉了 当然我们的心衰就会减少发生 王院长你看我呢 就特别爱操心 就刚才咱们片子里那高大姐 我就担心你说他怎么治 不行他就得换心了是吧 换心上你说这工程太大了 心衰的治疗啊 除了前面讲的这些病因治疗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包括一些诱因的控制 因为基础疾病存在 如果没有诱因的话 他有的时候也不发生心衰 或者心衰症状没有那么重 那么这些诱因包括什么呢 一个是呼吸道的感染 感冒一次可能老人家就出现心衰了 还有就是有快速心衰的这样的防颤 我们用药物要把这个防颤控制掉 或者是要做视频效应的办法 把这个防颤要把它变成正常的心衰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有假抗 假抗的患者也可以发生心衰 以及有贫血的患者呀 这些我们都需要纠正 那么针对这些心衰本身的治疗 我们呢简单一下就是要 他的心脏的半功能不好了 他没有那么大力量干活了 我们怎么办呢 你背不动100斤的粮食 我叫你背90斤 甚至60斤 那怎么让它减少这个重量呢 我们就是拎尿 或者是我们扩血管 改善一下复合 心脏的复合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 改善一下我们心肌的重构 这个心肌重构啊 是我们医学的术语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听不懂 什么叫重构 我们的心脏像拳头一样 在我们的胸腔当中 那么这个减合形状是最有利于我们心脏的收缩的 那你要变成一个圆圆的气球 不是这种像心脏的这样一个减合形状 它的心脏的收缩功能就不好 我们会用一些药物 要改善它的走势重构 让它有利于像我们正常的这个这个 这个拳头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心脏 改这个结构 来发展 我们有很多的药物 可以这样去做 所以当我们有了心梗之后 我们的医生 专业的医生 会给大家处方这些药物 来进行预防或者是改善 进出来的一个症状 就这都是有程序 有办法 有经验的 是不是 是的 最要紧就是遵医主了这时候 是的 还有强心的药啊等等 所以我们对于心衰的这个 规范的药物治疗效果还不理想的 我们还有办法 我们一些术语叫CRT 什么叫CRT 就是我们这个心脏的起波 那么我们心衰的患者 其实就是我们是个房子 这刚刚说的是个房子 他们的就是搜索 没有劲 没有劲是一方面 还有不同步了 应该正常的情况应该是这个房间 有电信号的时候 那个房间 这样顺序的来做 有规则 还有我们心衰的患者 很多人他这个规则打乱了 或者是不是特别的理想 我们用起波器 能够使我们的心脏的跳动 接近于我们的正常的生理 所以这也是最后 特别严重的心衰 如果是适应症的话 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办法 实在不行采取抑制的 让老曼之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走肺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 联合印度哮喘病医院 共同打造 让爱呼吸红衣活动 详情请咨询024-2283-7999 葛洪药膏 一斤药 龙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痛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葛洪药膏 葛洪药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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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劥忍 不是 葛洪药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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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 sist 葛药膏 葛洪药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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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踩 葛洪药膏 六申 莫自由 行 黄金叶从采摘到萃取不超48小时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精华浓缩满满的 好书宝一公斤歇叶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每一粒都市宝 老门之可弹喘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书宝盘 2个黄金油浇碗